台语歌手张涵亚三度绝逐京区台语歌后 去年11月中刚生下老二小汉堡 没想到喜上加喜,肚子里又有老三了 今29日将挺运度和议员老公吴国宝 携手走红毯,备受外界瞩目 图片来源,自由时报 据Eat the Day星光云,报道 张涵亚和老公相差13岁,从老师跨行当歌手的她 最初是因为一场尾牙而结识先生 当时她老公是台下老板邀请来的贵宾 而她在台上唱尾牙,由于两人都单身 于是被周遭大家怂恿,也渐渐产生好感 图片来源,Eat the Day星光云 在两人吃饭吃到第六次才真正单独见面 张涵亚笑说,先生整整追了她一年 才终于点头答应交往,进而结婚 图片来源,张涵亚脸书,夏童 而摘逢张涵亚怀第二胎录新专辑的过程中 老公吴国宝也连任新竹市议员成功 可说是喜上加喜 张涵亚笑说 老大宝咔咔目前两岁,老二六个月 现在是一打二的状态,没有一天睡宝 这个哭完换那个哭,但却让她甘之如頤 目前怀有三胎的她也坦言 和老公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女儿 本来打算过阵子去做试惯,希望能够直接生女儿 没想到还没去做,孩子就来了 如今她又入围京区割后 今日也将带着老公一起踏上红毯 夫妻两个最近真的是喜事不断 好幸福